今天我們又來到這間曼谷的五星酒店 酒店上更加是這間自助餐廳 早上提供自助早餐 晚上是自助海鮮餐 沒錯 海鮮餐 究竟1000匹多少少的自助海鮮餐 有些甚麼食物呢 這層樓全都是食泡咖 即是自助餐 但這部份有吃的主要是芝士 有些酷咖 亦還有些沙拉 沙拉裏面可以自己製作 有很多不同的沙拉醬汁 亦還有些配料不同的種類 一般來講做沙拉吃 當然要有薯仔 菜 加少許肉類 但對我來說 最重要是加些肝 甚麼肝呢 好像有香蕉乾 亦都有芒果乾 還有一些薯片乾 各方面加進去就更加好吃了 先看看陣容 看看有甚麼食物 說明吃海鮮 於是乎 有不少海鮮出現眼前 大部份都是冰鮮的 這間餐廳早上提供自助早餐 晚上就有這個自助晚餐 哇 這間食自助餐的海鮮 你的樣子告訴我 好像不夠豐富 我明白 看剛才的片段 有沒有一些阿拉斯卡大蟹腳 亦沒有一些大的龍蝦 好像差一點 但不要看表面 要看桌面 各位觀眾 看看桌面的 哇 哇 泰式煮法 對呀 這裡的自助海鮮餐 除了剛才看到 好像這些 凍食的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食法 它呢 有個牌給你 任叫 你可以任意order 一些泰菜 海鮮泰菜 舉例 冬蔭公 冬蔭公湯 河蝦 對呀 河蝦 先看看湯 是龍湯 應該都會少少辣 會有點辣 不是少的 是不是很辣 不辣的 因為要做遊客生意 所以調校過 不會很辣 酸味都剛剛好 最重要是這個河蝦 此外就有這個了 這是什麼 哇 這個河蝦炒椒鹽 我們試試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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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很香 應該很香的 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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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些蝦 算不算爽口彈牙 還可以 最怕就是吃蝦 一吃煤的 就不知怎說 我經常覺得 人十個都有兩個傻的 不是 一百個都有兩個傻的 有時候蝦 有時候煤的 我們都控制不了 但幸好你吃的也不會 我試試這個又怎樣 這個香港朋友很喜歡吃的 就是這個 燒河蝦 炭燒河蝦 頭有膏 有汁 應該都挺好吃 這隻不算十分爽口彈牙 試試這隻才行 這隻就OK了 可能這天晚上就是傻的 其他就OK的正常 可以試一下生蠔嗎 可以試一下生蠔 其實會很簡單 很新鮮 真的很新鮮 看得知了 先加一點醬汁 也要提醒大家 生蠔的食物 如果不能吃 腸胃不好就不要亂來 一會兒肚餓又賴我 絕對新鮮 絕對新鮮 如果腸胃不好就不要吃那麼多 這個大家看到 就是燒海鮮雜 而這個就是咖哩炒蟹 咖哩炒蟹 看看醬汁可不可以 味道 甜甜挺不錯 跟一般出名的咖哩炒蟹餐廳 那些咖哩炒蟹相比 都可以不差 都可以 但跟最出名的那家 是相差一點 但我們來拌飯 都絕對可以 尤其喜歡吃咖哩炒蟹 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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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手指也撕下 而這個就是香葉炒什麼 魷魚 香葉炒蟹 夾後炒魷魚 對 當然不要魷魚 其他海鮮可以炒蟹 爽口咖哩的魷魚 可以的 好 用來拌飯就很棒 至於這個就是魷魚 就是泰式炒蟹 亦都是河蝦 但是 聰明就聰明 不過自助西餐 全部吃到泰餐 好像有點炒蟹 不過不要緊 這個呢 亦都有一個cold cut 甚至乎 如果忠情豬牛羊 亦都可以叫一些豬牛羊的BBQ 任食不生氣 當然 如果始終都是忠情這個seafood 和泰式炮製方法 all you can eat 不過都要提醒大家 有兩樣東西很重要 第一 吃不完就不要叫了 拍張相片 來打卡 按讚 浪費食物不要 第二 人一百個 也有幾個傻 更何況放些seafood 海鮮 有機會 可能今天不太新鮮 可能更新鮮 或者明天更新鮮 就是看知國人的採數 戴定頭盔先 總之 這個海鮮自助餐 是很有創意的 鍾哥 可以這樣說 最緊要 大概千多匹左右 1,100 左右 吃完豐富的海鮮餐之後 吃個西式甜品 又或者泰式甜品 那就非常好